大家好 现在立秋了 温差不是很大 有些地区有足够的温差 多肉就已经上色了 不过有些地区现在温差是非常小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小技巧 没温差也能让多肉快速的上色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几瓶就是冰水 到了傍晚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个冰水出来放在多肉的旁边 制造温差 这个冰水就放到一直到天亮 因为冰水慢慢的会融化散发出冷气 这样放在多肉的旁边就有足够的温差了 要想多肉上色 我们必须掌握好三个要素 光照、降雪、温差 光照的话白天给它全预测 因为立秋了 温度慢慢的下降 光照不是很强 这时候给它全预测也不会晒伤 到了晚上就用这个方法 放几块冰 如果是比较多肉的话 我们就拿比较大的矿水瓶去冻 这样呢 一、不会冻伤你的多肉 哪打温差 这样呢 一个星期下来 你就会发现 多肉的叶片慢慢的上色了 我们主要是固定好这些矿水瓶 防止它导幅 贴在多肉的叶片上容易冻伤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 好了 再见